国际熊涉及联合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涉及运动协会 也是熊涉及领域最大规模历史最久的协会 赛事吸引各国顶尖好手参与 四年一次的奥亚赛 从27号开始在印尼举行 至少三十二国上千名的选手参加 台湾也是参赛国 昨天各国选手进场前 却有中国选手扯下我国的国旗 台湾选手立刻抢回 也向主办单位申诉 最后我国国旗被挂回 主办单位也谴责对方的行为 不符合运动家精神 四年一届的奥亚赛开幕 世界各国参赛队伍陆续进场 台湾队的国旗也跟其他国家国旗一起出现 活动前却发生插曲 台湾选手继裁判成品又发现 进场前插有台湾国旗的旗感剧烈摇晃 原来是三名中国队的选手在拉扯我国国旗 当时就非常愤怒 因为最近奥运我们才一直被阻拦 国旗的部分 所以我当下就是很生气的冲过去 被他们三个要抢 第一时间陈品又冲上前将国旗夺回 随即向主办单位抗议 没多久主办单位再次挂上我国国旗 还请人在旁看守以免再生插曲 在三个月前的泰国比赛里面也发生了中国运动员对我儿子 因为他当时是比赛的场间也就是所谓的裁判 他在执法他们不断的在台下以言语骚扰他 这场赛事是国际实用涉及联合会四年一度的奥亚赛 二十七号开始为期两周至少三十二个国家超过一千名选手参与 IPSC成立于一九七六年是实用枪击领域最大规模历史最久的组织 比赛讲求选手在不同环境中实战射击考验准确及速度 台湾早在二十四年前加入选用国旗为台湾队的代表旗 多年来都是如此这次被扯下国旗主办单位发声谴责中国队队员 也受理台湾的申诉后续正要惩处 动手抢齐的中国选手恐怕得面临禁赛或终身除权 记者王老婷 许正俊高雄报道